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跟西方的十二星座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两种文明产物都来源于人类对宇宙规律的观测 依据是太阳周年试运行线路 黄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春季的节气 好 那么春季的节气呢 有 那么夏季的节气呢 有 那么夏季的节气呢 有 大ממ季 tells外 夏季ления 那么春季的节气呢 有 纸鼠 白鹿 秋分 寒鹿 双降 那么冬季的节气呢 有 历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学习一些重要的节气及其习俗 历春 公历2月3日至5日 焦节 为24节气之首 历是开始之意 春代表着温暖 生长 历春标志着万物必藏的冬季已过去 开始进入风和日暖 万物生长的春季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历春有吉祥的含义 历春的节气习俗 有拜神祭祖 纳福起年 咬春 那么咬春的意思呢 就是吃春饼 或炸春卷等代表春天的食物 春饼 春饼 炸春卷 炸春卷 夏至 夏至于公历6月21日或22日交结 那么夏至这天 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 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 夏至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 气温高 湿度大 不时出现雷震雨 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 那么夏至的节气习俗呢 自古以来 中国一些地方有 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 因夏至心脉已经登场 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常心的意思 夏至吃面 夏至吃面 秋分 秋分与每年的公历9月22日至24日之间交结 秋分这天 太阳几乎直射地球迟道 全球各地昼夜等长 秋分 分极为平分半的意思 除了指昼夜平分外 还有一层意思是平分了秋季 秋分日后 太阳光直射位置难移 北半球 昼短夜长 昼夜温差加大 气温逐日的下降 那么秋分的节气习俗 秋分 秋分曾是古代中国传统的季月节 那么现在的中秋节便由传统的秋分季月而来 古时候秋分节气就有季月 赏月 吃月饼 祝福团圆等民族活动 月饼 月饼 立冬是冬季的起始 与每年宫令11月7日至8日之间交结 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必须 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的状态 春更下云 秋收冬藏 冬季是享受丰收 休养生息的季节 那么立冬的节气习俗呢 立冬后草木凋零 折虫休眠 人类虽没有冬眠之说 但古时候的中国民间却有立冬补冬的习俗 古时农民劳动了一年 便在立冬这天杀鸡宰羊 或以其他营养品进步 犒赏一家人的辛苦 立冬进步 立冬进步 那么在中国呢 还有一首快智人口的二十四集 节气歌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春雨精春 清古天 夏满芒夏 蜀香莲 秋楚露秋 寒霜降 冬雪雪冬 小大寒 每月两节 不变更 最多相差 一两天 上半年来 六念一 下半年是 八念三 那么这个念字呢 这个念字呢 是二十的意思 means twenty 那么这首诗歌呢 前两句呢 是把二十四节气中 每一个节气挑选出一个字 组成了这首诗歌的前两句 那么后两句的意思是呢 每一个月呢 有两个节气 那么上半年的节气呢 多发生在每月的六日和二十一日前后 那么下半年的节气呢 都发生在每个月的八日和二十三日前后 那么最多呢 前后不差一两天的时间 那么最后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二十四节气的含义 二十四节气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还影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 甚至是文化观念 在国际气象界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016年11月30日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学会了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